欢迎收看PayPal Webcast 公民记者走入校园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在台北的政治大学 而我们邀请的公民记者是公民记者阿边 PayPal公民新闻平台带领公民记者走入校园 希望公民记者的经验以及一些想法 能够跟学生公民记者互相交流激荡 而公民记者阿边本身是一位地职博士 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学友专精经常报道出非常具有深度的报道 而另外他也是一位落实用公民报道来写日记 记录所见所闻的公民记者 而阿边跟郑大的同学之间有一番的精彩对话 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地方扎根向外发声 公市的PayPal公民新闻平台带领公民记者前进校园 由PayPal公民新闻报的制作人王秦玲 与在平台上活动力十足 透过报道记录生活的公民记者阿边 前往政治大学新闻系 举办公民新闻论坛 鼓励学生在校期间 深入社区关怀 用镜头挖掘身边的大小故事 他就是靠这台Sony的小相机啦 大家现在都上了他的镜头 等一下也许过几天有没有 你们就会在阿边的公民报道上面 看到你们出现在里面 他跟他不一样 我们都以前都想说机器要越大台越稳定 声音设备要越好对不对 可是对公民记者一样 不是这样 他觉得机动性 他可以随时戴在身上 随拍走到哪都不离声 我跟佩服有好多公民记者都是这样 走到哪拍到哪 现在我旁边的很多人 我都把他做影音剪辑 没有 我不认识的人 我都愿意去付出帮忙 他们何况我认识的 他讲的就是说 我从一个公民记者 从po影片 我相同的我也看影片 也po传播影片 最后改变了我的人际关系 改变了我对很多生命的一些 丰富度也好 或者价值度也好 改变了我 我觉得最想见面 跟各位同学分享的 2010年底加入 PayPal公民记者行列的阿Ben 在平台上已经发表了 700多则的影音报道 更透过本身的地质专页 切入热声疗养院的故事 让他获得2012年公民新闻奖的肯定 这次讲座特别放映阿Ben的热声不乐 让传播科系的学生更了解公民新闻 藉由不同领域专业的公民记者 在地记录 开启新闻报道的新视野 我问一下各位同学一个问题 你们知道你们那个新闻馆 是几年盖好的吗 有谁知道 你们那个新闻馆几年盖好的 我也不知道新闻馆是什么 只知道我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这样舅舅了 在People公民新闻平台上 他也会做这一则报道 所以有时候觉得 哇真的公民记者真的很可爱 当你派出兴趣真的是走到哪里 你都可以看得到值得分享的东西 期盼热情会感染 公民记者阿Ben用行动告诉学生 只要用心观察 生活处处都可以是报道记录的题材 希望透过学生的观点与创意 以及传播科系的专业 增加多元的观点 丰富公民新闻的内容 我用一个比喻 我看到这样对不对 我觉得People感觉上 很像是一个武功秘籍 然后你无意当中 发现了武功秘籍之后 你开始练功了 练功让你的五官 包括你的身体 包括你的感觉 就是你的五官的感觉 全部都变得灵敏了 所以这个世界变得不一样 然后你就回来 让这个武功秘籍更棒这样子 包括今天来跟我们分享 这个武功秘籍 把握与公民记者面对面的机会 学生还想知道 公民记者具备哪些功夫秘籍呢 你怎么调试你的本业 跟公民记者之间的比例 把公民记者 融入你的日常生活之中 今天要身体力行一下 我今天为了做报道要远中 进特访 远有了 中也有 进也有 访还没有 所以我想要访问两三个同学 好 那我问你 你先帮我 帮我拿来 谢谢 来 好 好 谢谢 好 请问一下你今天上了这一门课 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没有迟疑现场直接做起访问 展露公民记者的经验与能力 一点也不输线上的记者 学生开了眼界 这场座谈会交流互动频繁 气氛热弱 那我想 感谢 PB邦邀请我来跟 政大的学生分享我的心得 那我想今天就让我看到很多学生 尤其我跟他们讲说希望他们要有一个对他们专业的热情 好 那我提到个步骤就是说怎么样有热情就是一个画一个靶 然后用一个热情去射中那个靶 简单来讲就是画靶射靶 要深目重任 是希望是说把他们的专业在社会上还有很多很多听不到的声音 很多感人的故事 很多弱势 很多甚至包括社会的发展也好 正向的发展也好 都希望借由他们的一个笔触或者一个文章或者一个报导来让更多人知道这样对整个社会是一个正面 所以我们期许他们要坚持新温系的这一块 社会上需要他们 认重而道远 公民记者对传播科系学子的期许 透过座谈会的交流分享 期盼公民新闻的种子能升职同学心中 让学生观点的公民报导 透过PayPal公民新闻平台增加能见度发挥影响力 共同为台湾社会的公民力量共进一份心力 针区大学新闻学系特别重视新闻编辑与采访以外的非新闻专业课程 读社会人文及刹学等知识的培育 在一场与公民记者的课堂会中 学生们也很热情地分享了他们对公民记者的印象 我觉得其实很重要就是公民记者可以对新闻 相关科系同学带来的启发可能就是 就是真的是做报导的热情 因为可能我们念新闻系 但未来不一定会想要做记者 但其实做热情是各种行业 就是不管从事各种行业都必须要有的事情 对然后我觉得只要有热情 然后才有办法把一件事情做好 然后也才能做就是自己喜欢的事 有我觉得公民记者给我本带来的启发 应该就是有各种不同领域的人 一起把新闻变得更丰富 因为如果只是新闻本科系出身的学生的话 也许不见得有那么多不同领域的背景 可以由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件新闻 所以我觉得公民记者其实是 把现在主流媒体上面的新闻 做更有力的补强 我觉得公民记者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去关心一些我很重要 但是很多记者不会去采访 就是对他们来讲没有新闻价值的东西 然后就一些公民记者可以去找这些材料 然后把一些地方上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带给大家 然后让大家更能识我们这块土地 他就是靠这一台SOMI的小相机啦 大家现在就上了他的镜头 等一下也许过几天有没有 你们就会在阿贝的公民报导上面 看来政大分享的经验做一整名报导 还会把他从动物园捷运站走 你能不能从日常的寻常处找到值得分享 或是可以让别人感动的地方 你们有没有可能为自己画一个吧 这个目标就是我关心的一个故事 你像是阿贝在政大为的报导 太冬刺了 还要冬刺了 是的